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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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亲爱的观众您好 我是曹立宗 我们在空中主日前见面 这一系列我讲到圣灵的位格 跟圣灵丰满的祝福 我们曾经用几次讲圣灵的位格 那是很要紧的题目 后来我们讲到圣灵的各种表号 以后我们也讲到圣灵比较内在的工作 最近这几次我给大家讲圣灵的恩赐 这是提到圣灵的工作 似乎比较流行一点的话语 那我所讲的 不一定跟别人讲的每一点都一样 其实这些这一类的题目 有时候有一点正义性 不同的人也许有不同的着重点 所以跟我讲的不一样的不一定就错 别人讲的很好 我跟他不一样也不一定是我错 所以无论怎么样 也许给各位观众做一个参考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提到九种恩赐 我们已经提过 那不见得那就是完全的一篮表 比方他在十二章的末了提到 有一些帮助人的恩赐 安慰人的恩赐 那个是不是也可以另外另列成 这些恩赐的项目 还是说它包含在前面的一些里面 事实上前面的九种恩赐也常常彼此是相关的 可是有一些圣经学者 有一些侍奉主的人 他们会把这九种恩赐 大致上分成三大类 一个是言语方面的恩赐 说方言 翻方言 说预言 智慧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 这个是言语方面的恩赐 另外还有医病 信心的恩赐 行义能的恩赐 这个属于能力的恩赐 能力的彰显 还有一个是分辨的 就是分辨诸领的恩赐 我觉得今天 有的时候 有一些神的儿女 过度的被引导 去使用所谓的分辨诸领的恩赐 他们很容易来到一个地方 或者看到一个人说 你里面有一个什么领 不好的领 或者来到一个地方说 今天我感觉这个聚会的黑暗的领 到人家家里说 我觉得你这里有一个什么咒诅的领 我很不喜欢人家这样做 一方面 如果你说了这个 你就真的帮助人得到洁净 得到释放 那就还好 否则你只留了一个 对于邪灵 对于黑暗有一个意识 留在人的心里面 我想那是不好的 我在还在读书的时代 那个时候台湾 很少人讲到圣灵的工作 可是因为我的辅导它是我们最先听见这一方面的教导的来源之一 所以我从它得到很大的帮助 有一次它给我两本书讲到这些方面 其中有一本里面就提到这个 我一直同意它里面提到这一件事情的看法 后来我也从多年来我也从有一些很有经验的人 他们也有很多人同意这种看法 那就是分辨诸灵的恩赐 有人把它跟像赶鬼的恩赐放在一起 有可能是对的 可是这个恩赐应该跟赶鬼的权能 权柄能力是直接有关系的 也就是它不是独立的恩赐 你不能够分辨出说这里有邪灵有什么 然后你就走了让别人来赶鬼 不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恩赐 而且你说出来了 请使用神给你的权柄能力把鬼赶出去 或者解决那个问题 让那个地方不会有那个错误的灵 如果你没有那种权柄能力 我觉得你不要只是心里面有什么感觉就讲出来 事实上容我这样讲一句批评的话 以我对有一些人的认识 我不能说每一次这样说的人都是这样 当然我不能这样说 可是我知道有一些人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 他们就说这个聚会有一个黑暗的灵 这个家里面有一个什么咒诅的灵 我觉得那都其实是反映他们自己心里面的状态 如果一个人经常都在想着这黑暗的事情 他就容易这样 有的人他自己的生命还没有真的被神释放 请记得在以赛亚书六十章 神预先预言新约时代应该怎么样 以赛亚书六十章头两节说 星起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 第二节这样讲 他说虽然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 他的光要陷在你身上 所以那里提到 即使思维都是黑暗的 黑暗遮盖大地 一万遮盖万民 可是神要显现照耀我们 他的光要陷在我们身上 你想想看 如果旁边都是黑暗的 可是神把光照在我们里面 神想要你注意什么 注意外面的黑暗的吗 还是注意你里面的光 当然是注意里面的光 所以一个人如果明白这个 事实上那是 耶稣来之前六七百年前 先知说的话 我们今天应该比那个时代 更进入那个真实的荣光里面 所以我相信 一个神的儿女 应该要经历这个 他更多的经历 无论外面怎么样 他里面有光 所以他应该更多想到荣光 这样的人 我想他不会来到一个聚会 常常感觉到 这里有一个黑暗的灵 所以我说那个 有的时候是反映他这个人的 其实他自己有一些 还不足之处 他应该更多的追求的 他生命应该得到 更完全的释放 所以如果有人 很轻易的告诉你 你有什么灵 有什么不好的灵 你家里有怎么样的灵 然后他并没有全能 把他赶出去 我建议你不要太在意 放在一边 你真的有困惑 找那些有经验的人 交通 不要一直存在这个阴影 很害怕 或者一直有一个亏欠感 或者一直有一个阴影在里面 你不需要这样 那至于圣灵恩赐里面 那个那一组 被认为是能力的恩赐 就是医病 信心 行义能 其实这些彼此都有相关性 虽然这提到恩赐 保罗也说 是圣灵随即 分给个人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 有一样的 可是既然是圣灵 随即 分给个人 你跟我心里面都有圣灵 只要我们 有心投靠基督 我们信靠他 把我们的生命 交在他手中 我们就会被圣灵重生 我们里面有圣灵 这样的人 他们里面都有可能 发表出 彰显出这些恩赐的任何一样 这是可能的 虽然其中有一些人 可能特别被神使用来 有比较成熟一点 比方医病的恩赐 比方像麦海士 Mahash 这位印度的弟兄 或者像Benny Hint 这位医病部到家 他们好像特别 比较成熟的 比较大的 比较多的 医病的恩赐 可是其实 这个可以在 许多神的儿女 神的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如果你旁边 有人有需要 你尽可以用信心 为他祷告 其实在神做工 也许你说 我祷告过很多次 都没有得医治 那有什么关系 你下一次还是祷告吗 迟早你会惊艳到 神医治人 因为有人得医治 不完全只是 为他祷告的人的信心 有时候牵涉到 好几种因素 所以你不要因此灰心 我们就是尽量 带着爱心 期待别人得到帮助 期待别人得到释放 所以为他们祷告 充满了爱 那个本身就是一个能力 对不对 像Mahash 他很喜欢说 爱能够创造神迹 我完全同意他的话 另外 好像在有一些时代 神好像会兴起 比较多的 有欲命恩赐的人 在教会历史上 好像不是每一个时代 都是一样的 所以也许有一些时代 好像人得 神的这种神圣的 属天的医治 好像有比较旺季的时候 意思就是 可能也有淡季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我们 一定不要常常受太多 受统计数字的影响 因为即使是所谓淡季的时候 神还是为医治人 你不要因为这样 就以为现在不容易得医治 谁知道呢 你可以期待神医治你不是吗 单纯的人就容易这样得到医治 在我的教会 经常有人就在聚会当中 他们得到医治 他们刚去检查 而且不止一个医院检查出来 他们有一个癌症 可是他们就是来聚会 有的请我们祷告 有的根本就 还没来不及请我们祷告 他就是参加聚会 后来再去检查 医生说 现在没有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有的人甚至想说 是不是之前检查错了 可是因为他们经过 好几个不同的医院检查 一般人预见癌症 都有可能要听 第二个意见 听别人的意见 所以有不少人 有这样的经验 当然也有的人 是在治疗过程中 继续依靠主 还是神医帮助他们 虽然有经过治疗 可是你还是无可否认的 有超自然能力在帮助他们 有的连医生都会承认说 那是上帝的帮助 否则我们人不能做到这些事 所以不要太在意忘记或者是淡记 还有 有的人指出医病的恩赐 在这些恩赐里面 是唯一使用复数形态来表达的 我们的中文常常表达不出这种形态来 那 这个复数形态 可能启动一个意思就是 可能有的人 他们特别是在某一些方面 有医病的恩赐 就是之前我们提过的 比方好像有一位步道家 他也来过台湾好多次 据说在大英百科全书里面提到他 就提到这个人 特别有医治某两种疾病 可能一个是长短脚 一个是耳聋好像的恩赐 过去多年来台湾有好些人 受他的影响 借着他得着祝福 有的人因此也拥有像这样的恩赐 这是很有趣的事 好像这也是像专科意识一样 而且还会影响别人 也跟他有同样的恩赐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神的奥秘 我们没有完全明白 但是那是可能发生的 会不会 医病的恩赐用复数形态 也有一个意思就是 一样是医治不到家 他们的做法不一定都一样 像我们提过那个Order Roberts 美国的医病步道家 小时候16岁的时候 有结合病 肺病 后来得医治神也使用它 他们常常我提过 我看过那个录影 他就是讲完道坐在台上 拿着以前那种很大颗的麦克风 有时候一只手拿着麦克风 可能是左手拿着吧 然后右手为人家祷告 一个一个的这样 很多人得到医治 有一次 他偷偷地溜进人家的后座 去听Catherine Kuman 另外一位步道家的步道 他们两个因为做法不同 有时候有点彼此批评 那是一个女步道家 那这个Order Roberts 他也很谦卑 他偷偷地跑进去 不要让人家认出他来 后来他叙述这件事的时候 他这样跟人家讲 他承认那个Catherine Kuman的恩赐 比他更大 是做得更好 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比较 神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情况 我们已经讲过 既然是恩赐 那就表示不是我们怎么样 那 确实他们两个不一样 因为库尔曼 他的故事 在应该是以林出版社 出版他的传记 库尔曼传 在那里面你会看见这位姊妹 他常常是这样 他就是有音乐 带大家进入敬拜 有时候他有很安静的时间 有时候他叫大家完全安静 如果有人在前面 还开口即使小声祷告 他会叫他们说 我说完全安静 所以有时候他们 会完全安静很长的时间 在台湾的教会 人家觉得我们的教会 西安堂比较会有安静的时间 好像那是我们的特点 其实那不是我们专利 当然不是 我们应该都要有那样的时间 至少在 Caswin-Kuhman的聚位是这样 这是Benny Hink讲的 新班里说的 他自己的聚位有时候也会有 那有的时候 就在那安静一段时间以后 神的大脑就彰显出来 人得医治 在我的教会也经常这样 虽然不是像他们这些 有大的义宾恩赐的 有那么多的人得医治 可是还是有 然后有音乐以后 他开始讲道 这个库尔曼小姐 她常常一讲道就讲很长 她晚年的时候 身体已经很软弱 这很有趣 很多 医病步到家 别人从她得到医治 可是自己的疾病却 不是那么快得到医治 我觉得这个有神的美意 因为你让人明白说 你有能力借着你发出来 跟你自己更充分的 经历神生命的大能 有的时候不太一样 而后者才是让我们这个人 更预备好 要进入永恒的事 那他在比较软弱的时候 他有时候上台 他就会说 今天我只要讲短短的道就好了 别人也觉得 他大概只能讲短短的道 因为身体很软弱 结果他一讲就一个半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他自己说 他常常要讲到一个地步 他跟会众 还要跟圣灵 好像三者 更和谐的时候 然后他就发现 好像有一个流通的管道 很多人就得到医治 所以他的聚会 常常是借着这些诗歌安静 然后讲到 他很少叫人到前面 为人祷告才得医治 像罗巴士一样 他常常在那些之后 他就在聚会当中指出来 有人是从什么病得到医治 请他到前面来 有时候他甚至得着圣灵的智慧 这个可以算是知识的言语 他指着会动当中 某一个地区 他说那里有一个人 被捕痛了七年 今天耶稣医治你的 你到前面来 所以很多人到前面来 是来做见证的 所以罗巴士觉得 他比他优越一点 但是这是神给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医治的恩赐 而有一些医病步道家 就像我们提到的事实一样 他们身上可能有很多缺点 其中有一位 在以灵出版的神的将领里面提到他 他有很大的医病恩赐 可是他的私生活好像不太好 因为他常常吃的过多 因为他过劳 所以身体也很不好 然后聚会因为很长 为人祷告 聚会到凌晨 在饮食上没有节制 有时候他聚会晚才开始吃东西 一吃就吃很多 所以他就过重很胖的一个人 后来他很年轻 37岁就去死了 可是这个人有很大的医病的恩赐 有一次他在德州步道 宣称主要行大事 使瞎子能看见 瘸腿能行走 那个时候他刚出道不久 结果因为他想要有突破 他这样宣告 当然他也觉得有主的带领 结果第二天坐满了人 然后真的有一些像这样的人来 他就看见 排在队伍中要请他祷告的 有一个失明的 有四丈的一个女士 他就很担心 等一下他来到面前 为他祷告怎么办 所以让他排啊排啊 他为人祷告 有一些小病 有的也分不太清楚 有没有得医治 无论怎么样 排到那个妇女的时候 他就请她说 你再去排在后面 再从头来 两三次以后 他实在逃不掉 就为他祷告 结果他得到医治 从那以后他就更有信心 所以有的人是像这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事 不要过度的看这些人 好像是神人 是完全人 可是也不要因为他们有缺点 就以为他们实行 显出来的能力都是假的 我们不要这样 至于信心跟行义人的恩赐 其实跟医病的恩赐 常常是有相关的 只是不一定是生病 像约苏亚一个祷告 使日头月亮都停止 半天之久 那个是一个行义能的恩赐 有时候跟医病的恩赐有关 我记得赵庸基牧师 在他一本书里面 最后他提到说 有人问他说 你有这么多的恩赐 怎么能够有这么多的恩赐 彰显出来 他回答说 我哪有什么恩赐 我只是胆子大而已 这个听起来 虽然有一点谦卑的话 可是也没有完全错误 确实是这样 有的人他们 他们所以行出那些神迹 就是他们胆子够大 可是那也不是只是 壮胆就可以做 当然还是有神的高猛 事实上赵庸基牧师 是一个那么注重祷告的一个人 他提到有一次的经历 有一次有一个聚会 聚会快要结束了 最后祷告的时间 他在台上 忽然神在他心里面说话说 你告诉那个弟兄 那个弟兄有一个 很严重的疾病在他身上 已经有一段时间 全教委都知道 叫他在台上 就指出那个弟兄说 今天神要医治你 他说他就在心里面 一边结束那个聚会 一边在心里面跟神争论说 万一没有得医治怎么样 这个会不会只是 我心里的意念 到底是你说的还怎么样 所以他就不敢讲 可是神还是感动他 他也不敢讲 最后大家都已经逐渐在散去了 最后他只敢做一件事 他就走下台 到那个弟兄旁边 轻轻的讲 神对我说今天他要医治你 那个人当场就得医治 就跳起来 就完全得医治 结果那些正在散去的会众 看见这个 就回头来大家赞美神 他就很后悔 他如果在台上讲 一定会带来更神更奇妙的工作 他讲的这个是一个比较失败的经验 可是他有很多次不是这样 所以他说的也没有错 他有一个恩赐 就是胆子很大 那个其实是敢于为神尝试 愿意用信心 那也是一个行义等的恩赐 就一句话是一个人多年的疾病 立刻顺时得到医治 我们常常提到一个被称为信心使徒的 史密斯维格斯维尔 史密斯维格斯维尔 感染吧 出版他的传记叫《挑战者》 这个弟兄胜利那么高谋他 也就是我们提过 他本来不会讲道 他其实叫他去讲道 后来谁给他很大的恩赐 在他还不算年纪太大的时候 就那个事件之后过几年而已 他那个时候大概才五十来岁 他的妻子去世了 有一天他在外地的时候 听说他妻子去 他赶快赶回去 他妻子还停在家里 就迫切祷告 后来他妻子就复活过来 这个人怪不得人家 称他为信心使徒 他就是他自己这样讲 他说有的时候神的灵那么抓住我 我可以相信任何的事 所以他妻子就活过来 他妻子活过来以后就跟他讲说 你为什么要叫我回来 我应该回天家 你不应该拦阻 我之后神还是会照顾你 可是他觉得很舍不得 所以他还是跟他妻子讲了一会儿的话 最后他还是同意放他妻子走 所以他妻子就第二次死掉 所以有的人是这样 怪不得圣经里面提到摩西说 神跟摩西说 你且由着我 我要做一些事 好像如果摩西拦在那里 神就没有办法做事 有一些人他们就是 有很大的信心 他们就是站在那边 好像神不能做什么事 如果他们不允许的话 我想那真的是一个信心的恩赐 这种人也常常能够激励别人有信心 像维格斯维尔就是这样 他有时候在聚会里面 他说相信祷告的能力的人 请举起右手来 很多人都把右手举起来 他说你也相信大声祷告的能力的人 把左手也举起来 他们又举起来 他说好 我们现在大声祷告 就在那样祷告的时候 有的人就得到医治 得到祝福 所以这个人自己有信心 很容易激发别人有信心 这个也叫信心的恩赐 当然也有一些信心的恩赐 不一定是这么大的事 有时候只是比较小的事情而已 以前我在宜兰附近服侍的时候 遇见一个小男孩十几岁 他因为有尿蛋白很严重 医生都没有办法 所以他休息在家 他的父亲知道我们有聚会 有步道会就带他来 他其实生活在很 蛮黑暗的地方 是一个罗东的 绿灯户的区域里面 他来以后就继续参加我们聚会 有一天他 我去探访他 他说他第二天要回到长庚去复诊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他说 也许你去检查 医生会说你都没有病 他好像不太相信 可是没有跟我说什么 结果第二天他去 果然就是这样 我不能说我有信心 信心的恩赐 可是我的意思是 我们有可能很平反的一件事情 就忽然觉得 好像心里有这个把握这样讲 后来就看见神能得到祝福 我也喜欢想到 美国爱家协会 Focus on Family的创办人 James Thompson 提到他的曾祖父 外曾祖父 外曾祖父是一个牧师 他退休以后 他就每一天早上分出一个小时 特别为他的家庭祷告 一个这样年长的就是祷告 有一天他祷告以后 他跟家人宣称 好像他得到一个确据 他说神对我说 从现在开始 我们家会有世代的人 都会是得救的人 每一个人都会得救 这是很伟大的宣告 对不对 James Thompson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这样讲 他说神不但照着他所说的做 而且做得比这个更伟大 因为那世代 几乎每一个人 不是自己成为传道人 就是嫁给传道人 所以他们家不只是 全部是基督徒 还都是传道人 那也是一种信心的恩赐 有的人是借着在一个聚会中 起来祷告 就带起一个圣灵活泼的运行 那也是信心的恩赐 可是在这个整个系列 快要结束的时候 最后我要给大家讲一件事 以夫所书第四章三十节 以夫所书四章三十节 那你说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数的日子来到 而第一章的十四节说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之名被赎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所以说圣灵赐给我们 是跟得产业有关系的 神想要把他的产业给我们 那不是指的房地产 不是指的金银财宝 不是指的股票 而是指着 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神的成分 被制作成完全 我们会得着儿子的名分 我们会跟神在永恒里面 相识而且有相交 要得着这个产业 今天神先把圣灵赐给我们 做凭据 那个凭据的意思 在希腊文里面 原来是指的押金 抵押或者是定金的意思 什么叫定金呢 你卖一个房子五百万 先拿到五十万的定金 意思是说 你将来要得着五百万 现在先得到一部分 所以它不是 只是一指凭据而已 所以我称那个 凭据这个意思 就是好像 欲偿天恩的职位 今天将来 神想要我们 得着一些的丰富 今天借着圣灵 我们可以开始尝到 所以当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可能那样充满了喜乐 或者充满了爱 或者觉得 好像时间都静止了 那么宁静 好像就在天堂一样 当然那个感觉会淡取 可是神让我们 预尝一点那个味道 好就我们知道 我们追求什么 而且里面有这个植 有这个植树 有这个种子在里面 我们就继续往这里走 我相信今天圣灵 想要做的工作 就是像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 讲到圣灵各方面的工作 圣灵一起的 我们讲到 祂是有位格的 一方面 祂像风跟气一样 是充满万有 一呼吸之间 随时你就会遇见祂 所以现在神不是在教堂才有 不是某一些特会才有 神 你随时可以遇见祂 你随时可以求告祂 救命得救 可是当你好像吸气 把祂吸进来的时候 你可以说那就是耶稣 那就是有位格的一位 祂跟你同在 也在你的里面 又像种子栽种在我们里面 又像圣灵浇灌我们 祂总在我们里面 生命要成长 有一天祂长成完全 所以让我们都来 欢迎这位圣灵工作 带着顺服的心 彼得说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 启示录最末了说 圣灵和心腹都说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人都可以来 白白地取生命的水喝 这是圣灵 今天继续给人的护照 但愿我们每一位 亲爱的观众都从里面蒙福 愿上帝赐福给您再会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平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一条心靠着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于耶路撒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